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门徒可能是指寡妇 但大部份的解经家相信可能她是未结婚的女人 而她信了主 并且她是很热心很爱主很爱周围的人 这位女士叫做大彼大或多家 一个美丽的地方上面有多家 就是凌羊的意思 本来这幅图画也很漂亮 《圣经记载》不详细 只是提到她讲行善事多思周祭 她是有能力的 她是帮助很多人 可能她的父亲或家庭 如果是寡妇 可能是丈夫留下财产给她 所以她可以帮助其他人 并且去做了很多好事 接着她患病死了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一个死人是洗干净 然后才用布 用香料去抛杂 现在她洗干净 但是门徒很不安 很想请彼得过来 为祈祷 或者安慰周围的人 按照刚才他们读的圣经 他们是很急促的 在第九章三十八节 他们很快就去找彼得 然后就央求彼得 就说快点来我那里不要迟 彼得就跟彼得一起去 去到的时候彼得就上楼了 这里就提到众寡妇 即是说她所服侍的 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经济能力 并且是在社会上 很边缘化的一群的妇女 所以提到众寡妇 都站在彼得旁边在哭 即是说这群没有势力 在社会上很边缘化的人 是很得到多家的帮助 当然多家这个女士 虽然圣经没有很详细记载 但是她是很关心这些人 和她一起服侍的人 在这里就提到 他们同在的时候 所做的内衣外衣给彼得提 即是她是帮助那些人 以前衣服很昂贵 所以就把衣服帮助有需要的人 做衣服给她 就看这是她生前所做的 很多手作的事 好了 经文一路记载 我们看图画 彼得就叫她出去 听到之后 我想彼得的心里都不安 然后就跪下祈祷 转身对着多家死人 就说 大彼大 大彼大希伯来文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看见彼得 就坐下来 彼得伸手 扶他起来 就叫圣徒 圣徒即是一帮信主的人 不单是寡妇 还有其他主里面的门徒 在主里面一起服侍主 还有寡妇 都进来 就将多家活活交给他们 经文到此为止 我们有一个题目 就是思想的 很多时候在犹太人 有一个想法 就是一个女人必须要结婚 不结婚 似乎在人生上 有很大的欠缺 甚至是不完整 所以寡妇 或者是单亲单身 在犹太人的思维上 就是不幸 遗憾 或者在世上 苟然残喘 没什么意义 这种思想 不单是犹太人 犹太人和中文思想都很相似 都是觉得 如果一个人没有家庭 他就是很遗憾 所以国内的姐妹出来 很多时候就说 妈妈要逼婚 不嫁就不行 男孩又逼婚 不嫁就不行 好像没有了家庭 或者不结婚 就是不完整 在婚礼上 我们又受了希腊人的思想 所以牧师经常对着结婚的男女 就说 恭喜你了 你找到另一半 现在你两个成为一体了 就连圣经也解释到 含糊不清 就好像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 未结婚之前 他只有半个人 半个 一个是半个 两个半个加上一个 那圣经是否这样看呢 圣经提到 二人成为一体 是不是如果不结婚 就是一半看呢 以至很多 未结婚的人 无论他愿意 或者不愿意 无论男的 或了女的 在心里面 都觉得自己 好像不完整 甚至结婚 或者另一半 离开了 都觉得自己一生遗憾 都是跛脚走路 事实上 我们在圣经上 要花点时间和大家思想 首先在《创世记》里面 上帝讲到 上帝做男做女 是指到一个完整的 一个人格 人格这个字很难翻译 是一个person 因为希腊文叫hypostasis 就是说上帝做人 是一个完整的 不是一半 一半是希腊人的神话 希腊人的神话 是有雌雄同体 那个雌雄同体 它分开了 它是不能生存的 它一定要找另一半 但圣经说的男女 就不是一半 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位格 一个person 我多用英文的person 英文的person 都不能完全翻译原来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上帝所做的这个人 他的心智 他的灵魂 他的特性 是完整的 上帝并没有和人开玩笑 做一半给你 所以人对上帝是完整的 你对上帝的关系是完整的 你不需要你太太或者父母 跟你一起去面对上帝 因为上帝看你 是看一个整个人 上帝不是要看一个家庭 或者看一个群体 个人就是我们的生命 从上帝而来 因此一个人 就算他不结婚 他也是完整 没有遗憾的 是可以堂堂正正有尊严的 去活出来 这个就是上帝做我们的目的 至于二人成为一体 你呢 如果你翻查希伯来文 不要说这么复杂 你翻查识经书 现在很聪明的 你手机一打开 已经有很多识经书 我经常以为你们上网 打机 有个青年说 你冤枉牧师 我查识你 有没有说错 Weissman 创世纪 以人成为一体 那一体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chameleon 是一个单位 两个人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的单位 是很密切的 所以chameleon 在上帝看来是一个单位 但仍然是两个人 你的特性是因为你结婚 而损失了 或者少了 所以两夫妻结婚 是要彼此相就 为什么彼此相就 是彼此相爱 因为你的特性还在这里 你的特性还在这里 完整的人还在这里 耶稣基督屉独身 并不妨碰耶稣基督 能专业和上帝交往和人相交 保罗姆结婚都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圣经做男做女 我们每个人都有完整的 可以在上帝面前 无遗憾的 这个我们叫做遗格 这个人当他在这里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要肯定这件事 刚才我们看多家 比特叫多家复活 其实是一种颠覆性 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思想来看 因为一个的单身 在世上只不过是狗言残喘 就是没什么意思的 在遗憾的时候 那么多家的死亡 就是一个最大的释放 为什么要他再复活 为什么要回来 但比特叫他复活 肯定他这种生活 是可以继续荣耀上帝 可以继续服侍他人 是可以继续满有意义的 在世上来到走他的路 是可以快乐的 有尊严的走他的路 所以多家的复活 是其他人没有想过的 多家的复活 证明他作为一个单身的女门徒 他的生活在上帝里 是有意义的 这个正正也是圣经所说的 男和女是可以完整的 所以不结婚 我不是鼓励你不结婚 是没有遗憾的 是可以由尊严地活下去的 是可以为自己创造生活 至于二人成的 我一看那个chameleon 原来在圣经里面提到团契 就是这个意思了 即是说 夫妻是一个很紧密的chameleon 是没有消除你自己之间的完整性 所以夫妻之间会不会吵架 如果你说我这世人 是从来不吵架的时候 我想你要见到心理医生 如果你不是失去自我 就是你太太失去自我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仍然个人还在 所以我们是学习彼此顺服 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人格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跟人相处 首先夫妻要彼此相处 学习跟儿女相处 因为儿女都有他一个整传的人格 我们不能够将他吞活了 变成自己的财产 变成了自己的拥有物 他不是货物来的 他不是你的宠物来的 他对上帝是独立的 我们晓得跟儿女相处 当他成长的时候要尊重他 因为上帝做儿女 也将一个整传的人格给他 我今天给大家的金句底 有没有看到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作人的劳博 我们每个人属于上帝 我们面对上帝才找回 我们真正的人的存在 当上帝做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有这种完整的person 有这个我们用中文叫慰革 慰革是什么 或者上帝做我们 是需要我们在群体里面的生活去建立 以至在群体里面 我一直要问这个问题 我是谁 所以我们的慰革 就是上帝做我们这个人 又不是单单孤立的一个人 我们必须要跟人与人之间有交往 但是我们这种人 就是上帝做我们的慰革 或者这个person是很特别的 我们必须要有交往 所以夫妻是最基本的交往 然后儿女、朋友、同事、上司 就建立了我整个人 究竟我是谁 究竟我在世上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当人离开了所有人的时候 他都需要有person和person之间的交往 我曾经说过有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是否有说过 叫做《劫后如生》 《Cast Away》 这个电影是很有意思 不过这个电影 没有说到基督教的神学 我将基督教的神学说下去 这个电影就是说一个飞机失事 一个人在荒岛上 只有一个人 他就等候人去救 但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他不可以死 因为有外的妻子等着他 所以他一定要生存 他拼命生存 他希望见回太太 所以在荒岛上很艰苦 有一天在荒岛上 他找到一个波 记得吗 波他给了一个名字 叫Wilson 记得吧 然后他每天回来 就跟波说话 他说Wilson 我回来了 我今天捉了一条鱼 然后他睡觉跟Wilson说 他说我很累了 这种什么呢 原来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这个慧格 在神学上 叫慧格的延伸 意思是说 当我一个人 完全得过人的时候 我都需要 将我慧格延伸出去 这个波 这个波就成为了 我可以沟通的对象 如果人没有沟通 他会发疯的 他会死的 所以这个波就陪着他 陪着一段日子 后来他知道那个潮水 他就顺着潮水 就出去了 但是在潮水上面 那个波就被潮水冲走了 电影就说到 他很痛苦 大声叫Wilson 因为已经和建立的关系 我们叫这种慧格的延伸 后来他出去了之后 能够支持他要不死 就是因为 他要见他太太 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谁知道他出去了 他太太嫁了人 因为他已经有三年 失去联络 他的朋友一直安慰他太太 就跟我说 他们的丈夫死了 然后他太太得到他朋友的帮助 就跟他结婚了 结婚之后 他出现 他本来和太太太亲密的慧格 没有了 他很失落 我是谁呢 我是人家的丈夫 现在没有了 人在世界上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圣经跟我们说 原来我们的人最能够安顿的是什么呢 不是父母 父母会过去 不是妻子丈夫 所以丈夫可能会死亡 甚至好像在电影上很不幸的 嫁了人 而女儿可能不听话 顶心顶肺 不按照理 当然有好 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个体 他没有妻子 他有门徒 门徒也不生成 顶心顶心顶肯走毁了 他是上帝 我们的慧格能够安顿在上帝里面 Wilson 他安顿了一个波 这个是慧格的延伸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盼望 我们不需要他安顿在一个波里 叫Wilson 我们不需要 因为上帝就在我们旁边 原来我们最能够建立的一个人 在最孤单的时候 原来我们是不孤单的 耶稣基督在山上 耶稣基督孤单 但是他不孤独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一直有上帝与同在 父神的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周围神的儿女 终于我们孤单 亲人离去 但是我们不孤独 因为我们有神 我们仍然是可以有 整传的人生来活下去 无论是弟兄也好 无论是姐妹也好 所以我们要重视今天 神给我们这个完整的人 这个人 而上帝又与我们一起同行 而并且还有同行的永恒 以至我们在世上 我们不需要顾影自怜 也不需要羡慕其他人 我们又靠着神的同在 我们与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因为关系很丰富 我们住在一个永不失败的地位 就是我到最后不会什么都没有了 而刚才的电影《劫后如生》 那个主角 他失落到最后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问我是谁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不会 神就是我们能够双交 建立这个chamulian的 这个全体的 永恒的 安顿的地方 因为有这个永远不败 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站起来 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再次和朋友 再次复杀周围的人 觉得我们的忧屈是来自我们固影自怜 我们觉得自己和人比较 比不上 这个好 那个好 因为我们有主 所以我们不需要人的怜悯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对于单身的弟兄 或者姐妹去联敏他 去可怜他 他们需要尊重 他不是需要联敏 因为他们是可以在神面前 过得很好 多家的复活就被我们看到 比特对于这种姊妹是肯定的 是可以的 保罗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家庭的当然是好 有子女当然是好 但没有的也不需要遗憾 因为在这个艰难的世代 有的好像没有的 保罗能够说这么说 他不是妒忌其他人 他不是有一种吃不得的葡萄是酸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 保罗是完全明白到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都有宝贵 我们都可以开展我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开展很有尊严的活下去 因为我们立在不败的地步 主与我同在 而我的Persian慧格 是安顿了在神的永恆的存契里面 我就可以和其他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所以这种的人生 特别在今天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每年的母亲节 我们是纪念我们的妈妈 纪念养育我们 但同时 我们现在看到 在教会里面 是有各样不同的人 教会是上帝所爱 每个人都是单独和神 建立永恒的关系 家庭、父母、儿女、朋友、上司、同事 都是暂时会过去 而到了将来在天上 不嫁入不取的意思是 我们真正面对的是神 而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我们那种宝贵的地方 不过对于今天母亲节 我也想大家祈念 作为母亲的对我们的养育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所生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 我们应该对父母的效敬 我小时候很穷 家里没有什么食物 我不记得读一年班 读书就读到 原来一样食物是猪扒 猪扒很普通 但当时五零年代很昂贵 我就问什么叫猪扒呢 我妈妈说 好吧 我带你去个餐室 你的餐室也不是很多人入 请你吃一顿猪扒 让你知道什么叫猪扒 所以他就和我去一个餐室 叫了一件猪扒 我记得是一件 他坐在前面 我在那里吃 好吃 我就问我妈 为什么你不吃呢 他说我不肚饿 你不肚饿 我肚饿 我就吃光了 当时我不知道大人会说谎 后来当我意识到 原来大人会说谎 我就很后悔 家人 真是我们很宝贵 我们珍惜 就因为家人 我们这个人 就被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人 就靠着 神给我们的家人 我们晓得去 和其他人相处 关怀其他人 很盼望在今天里面 每个人都纪念 生育我们 养育我们的父母 特别 纪念 爱我们 替慧我们的母亲 姐妹 我觉得是 神的创造 一个很美丽 因为 在创世纪 上帝说 那人独居不好 需要创造 作为他的帮手 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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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有一个 是 要赐予他 不是一件事 他意思是 相辅相成 使他做得更好 刚才我说的 夫妻是一个 chameleon 而这个chameleon 也不是单单是家庭 我们还有弟兄姊妹 我们还有朋友 还有很多chameleon 一个一个出去 夫妻之间 是一个 比较紧密的单位 而作为一个父母 或者作为一个乙女 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成长 我们那个person 就得以建立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在家庭里面 受损害 我们不要埋怨 我们也不要比较 父母对某个人偏爱 我们认识到 今天我们只是上帝 摆在我们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家庭 在这个教会 在这个公司 我们重视 我们这个人 怎样能够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学习孤单 我们独处 学习独处 但我们永远不是孤独 我们学习独处 那我们才能学习到 我们真正和上帝 交往 有这个 永恒的 全契 以致 我们就可以 更好的 与家人 朋友 去相处 愿主亲自的 去带领他们 也愿在今天的母亲节里面 神祝福每一个 就是母亲 紀念我们的母亲 也都每一位姊妹 特别每一位姊妹 求主去赐福 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 好像多家一样 充满神给我们的喜乐 充满神给我们的满足 首先我想要一个祈祷 就为了每一个姊妹 也都为了每一个母亲 祷告 我们同心的祈祷 这是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尽我们的本分 去养育儿女 教导他们 我们知道 作为母亲 是付出很多很多的心力 求你 叫他们按你的恩典 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要求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纪念我们的母亲 因为在他们的渠道下 我们得以成长 我们得以建造 亲自主我们求祢 也祝福 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人 有男 有女 有自由的 慰勞的 我们也有母儿女的 或者是单亲的 当丈夫离开了之后 我们是可以无遗憾 我们是不需要 是比较 而是可以快乐的 有专专的 有专业的 很完整的 活下去 因为你给我们的 慰格 这个人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求主祝福我们 以至我们 在任何的位分 我们都 站在不败的地方 因为 忠言我们是孤单 但我们不孤独 因为你 与我们同在 以至我们可以 好像多佳一样 能够去服侍周围的人 并且是活出 你在身上 所有的荣耀 我求你 祝福 还未结婚的姊妹 我们知道 这个是 主你自己 按你的心意 给我们 无论 我们结婚的 或者未结婚 或者将要结婚 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 与我们同行 一生 直到永恒 都是只有主 祂给我们 能够看重 我们的身份 以至 我们去选择 我们的 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 心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是宝贵 是你重价 买回来 我们不属于 任何的人 我们是属于你 扣主帮助我们 我们有记忆到 一些 配偶离开了 无论是男 无论是女 我们都是经历很大的悲伤 因为我们很紧密的 那个团契 是破裂了 但求主祝福 愿我们去 看重 永恒的相遇 以至 在今天 我们经历 暂时的分离 我们在未来日子里面 是与主 永恒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就是一个爱的家 我们有不同的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 亦看到 我们都是主 你重价所买熟 以至 我们不需要比较 我们又没有遗憾 我们不需要感到悲伤 因为 我们都是主 你的人 求你让我们开心心的 彼此相交 让彼此来互面 更加祝福 在教会里面 就是充满这种爱 因为 我们都是属于你 我们不是有人 来决定我们的价值 他们带领我们 愿主祝福你的教会 祈祷奉主名求 我们出去 希望你能够伤 帮我 帮我 我 祈福